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前面我们介绍到了每一个进程每一个进程它都会有一个ID 这个ID称为进程的这种PID称之为PID 那么这个ID的这个实质它是一个数字 那么怎么去获取到这个ID获取到这个数字呢 我们所使用的是这个getPID这一个函数 使用的是getPID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调用之后 它会把这个函数所在这个进程的ID 通过这一个返回值返回给你 那么注意一下它也包含的是投文件在这儿 那么同样你可以去获取你的负进程的这个ID 可以去获取你的负进程的这个ID 那么什么叫负进程啊 雷泽坤什么叫负进程 就是当前运行的进程 负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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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对的 就是 不是你一个办法是把你进运 肯定要有一个进程运行这种代码 而负进程就是运行这种代码的这个进程 而且你在另外创建的进程 就是个负进程 负进程就是你创建另外一个进程 而原来那个进程就是负进程 好 负进程呢 提到负进程呢 又必须要提到这个子进程 那么我们在这个link系统当中 或者其他系统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函数 在我们现有的一个进程当中 再创建出一个新的一个进程出来 那么这个进程呢 我们一般听到一个子进程 而创建这个子进程的这个进程呢 我们听到一个这个子进程的负进程 那么在我们子进程 比如说在我们子进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使用getppid 那么去获取我的负进程的这个id 这个getpid的这个作用 好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看一看我们这一个 如何来获取这个进程的这个id 和这个负进程的这个id 我们就在这里 再度看一下怎么带了 看完了吗 好 那么这个代码非常简单 那么在这个代码中我们主要使用的getpid和getppid 那么获取到这个进程的id和这个复进程的id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是以整数的方法打印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再演示一下这个程序 dcd getpid.cd 然后-o getpid 好 然后运行之后 编译之后我们来运行它 好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把这一个进程 哪一个进程 getpid这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的这个进程 对不对 getpid这是我们这个程序 那么它运行起来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的id是26714 那么它的复进程的id是2720 那么有复进程必然就会有止进程了 那么什么是止进程呢 如何创建一个止进程呢 那么开始给大家提到什么是止进程 那么在我们一个进程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一些函数或者系统标用 那么去创建出一个新的一个进程 那么这个新的进程呢 就是原有的一个进程 这个止进程 那么哪一些函数或者哪一些系统标用 可以创建出一个止进程呢 我们最常用的当然是我们这个fork fork 那么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参数情况 参数情况它是不需要任何的参数 是为空的 那么它的这个返回值 然后它的返回值 返回值是一个pid下号线t 返回值是一个进程号 对不对 这个正确情况下当然应该是一个进程号 正确应该是一个进程号 那么fork呢 这个函数一旦掉落之后 它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止进程了 好了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 通过画一个图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一个止进程的一个创建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这一个方框代表是一个附近程 那么它是在从上往下进行运行 那么运行到某一个点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点的时候 那么调用了一个fork 运行到这个点的时候调用了fork 那么这个fork一旦调用之后 它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一个进程了 新的一个进程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止进程 那么止进程 它会从什么地方开始运行去走呢 它是不是还去把附近程上面 已经走过的这些路再走一遍呢 是不是不会啊 不会 它会从哪个地方开始运行 它会从fork之后的这个代码开始运行 fork之后的这个代码开始运行 好 那么彼此独立了两个进程 那么附近程在运行自己的这些代码 止进程在运行他的这个代码 好 那么这就是fork所创建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进程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代码当中来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 进程的这一个创建fork的这一个使用方法 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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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进程了,那么一个是负进程,一个是这一个子进程,那么这一套代码呢,这一套代码既会被负进程所运行,它同样也会在子进程当中去运行这套代码,也就是说fork之后的这个代码,它实际上是两个部分了,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负进程当中运行这套代码,在负进程当中运行这个代码,ifpid小于0,那么这个pid这个值在负进程当中,它应该是等于多, 那pid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函数,那pid它调用了一次,在负进程当中被调用了一次,但是它会在两个地方返回,哪两个地方返回,在负进程当中返回一次,在负进程当中返回一次,并且返回的这个值是不同的这个值,那么在负进程当中返回的值是什么呢,在负进程当中返回的这个pid是负进程的这个id, 负进程当中返回的这个值是负进程当中返回的这个id,然后在负进程当中返回的是多少呢,负进程当中返回的是0,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下区分了,那么首先看负进程运行这套代码, 好,ifpid小于0,这个显然是错误的,这个显然是错误的情况,如果说我们正确创建了一个直进程,那么返回的pid一定会是大于0的,大于0的一个等数,所以说当pid小于0的时候,说明没有创建成功是败了,好,如果说pid等于0,那么在负进程当中会不会去执行这一句话,不会对不对, 对不对,因为负进程当中返回的这个值是大于0的,好,那么再往下看,那么这才是我们负进程应该走的一条分支,对吧,好, 这个parent process,我是负进程,然后id是多少,好了,那么这个get出来的id应该是负进程的id,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直进程,那么直进程同样会去走这么一段路,因为在fork之后,他们分成两套这个,两个进程分别去运行这个代码,那我们再来看直进程运行这个代码的情况,直进程,pid, 小于0,这个显示也是错误的,直进程一旦创建成功之后,pid一定是等于0的,返回的pid,也就是这个地方返回的这个值号,fork在直进程当中返回的这个值一定是等于0的,一定是等于0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分支,ifpid等于0,这个满不满足,满足了,对吧,所以说它会运行m child process id是多少,那么getpid,这个get出来的pid, 是直进程的id是直进程的id,对不对,是0吗,是不是0,不是0,注意我们这个地方说fork创建一个直进程,它的返回值在负进程当中等于这一个直进程的id,在直进程当中这个返回值是等于0的,这个值等于0并不代表直进程的这个进程id,也是直进程的这个pid等于0,这个地方一定要分清楚。 那么我们待会就来运行这个例子,看一看在这条打印当中,我们能获取到这个id和这一条语句打印出来,获取到的id是不是一样的。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只进程的id是26758,那么副进程的id是26757, 那么大家可以其实可以这样看一看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创建出一个直进程,那么这两条语句会不会同时被打印出来? 永远不可能,对不对?如果只有一个进程,要么是直进上面的,要么就是直进下面的,永远都不可能同时出现。 那么直随同时出现就说明我们有了另外一个进程,那么它有不同的这一个条件,那么所以说能够走不同的这个路。 好,这是我们这个fork,用于创建这个直进程。 好,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个运行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看了之后思考一下这个count,它的值是多少。 首先大家回答我,这个count等于多少,这句话会不会打印几次? 会不会打印几次啊? 些微会不会打印几次? 红色的这一句话会不会打印几次? 啊?一次? 这一次吗?两次? 不知道? 这棚? 这棚? 你这个家伙跑哪里去啊? 打印几次吧? 打印几次是吧? 为什么会被打印几次呢? 因为直进的fork它这个直进程会直进一次,然后附近程会直进一次。 非常非常正确。 嗯,那么我们前面说到fork是 创建一个直进程,那么fork之后的这个代码,直进程也会来运行,副进程也会来运行,所以这一套代码会被执行两次,会被副进程执行一次,会被子进程执行一次,那么被执行两次这一条printf不是就被打印几次了吗? 是吧? 是吧,计划,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是不是在这里,会被创建了的话,看看墨尔码会运行,是吧? 是的,不错,棉把天您 的维分之后,可以去栏后的乎捐碗体能,我把架子脚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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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为帐範成见。 球队中你来告诉我 第一次打印的指数多少 第二次打印的指数 第一次是1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2 第一次打印的指数多少 西维觉得也是1 那西维要讲一讲这个原因 为了防止这种马后炮 你来讲一下原因 刚才说是1,又要是0 好了,你详细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会是0的 刚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凭两次了 因为0的马怎么会凭两次呢 咱们说要凭两次,然后再购买,就算比较又是1 张台姐,你也讲一讲了 后果是拷费代码分析,拷费数据代码分析 好,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这一个 kunk kunk是属于我们的数据部分,对不对 kunk的这个变量是我们的数据部分,对不对 它不会存在于我们的代码当中,对吧 它不是在我们的代码当中的 那么我们这个fork呢 fork创建出来的这个指径层 它是和这个副径层来共享这个代码段 虽然说我们都要去执行这个代码,但是代码段只有一套 但是这个fork它所创建出来的指径层呢,它会拷贝出一段 这一个数据段出来,以及这些数据的部分它也会拷出来 那我们来画个图来演示一下这个形容画 好,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附近层 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的fork 好,那么这之后当然就是fork以后的这个代码了 fork以后的这个代码 好,那么左边这个,右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直进层 直进层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一个程序 我们的一个进层,除了这个代码段之外 还应该有数据段,对不对 还应该有自己的堆啊,站啊这些东西,对不对 那么这是用来保存这些数据的 好,这是我们附近层的这一些,假如是数据部分 那么我们的count是不是就是属于数据部分的 对吧 我们用sale来代替它 那么我们在创建这个直进层的这个时候呢 这一段代码是共享的 这一段代码,直进层也会来用这个代码 直进层也会来用这个代码 它也会来这个地方执行代码 所以说这个代码部分它只有一套 只有一套 但是对于这个数据部分呢 它会把它给全部的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 直进层会把这个数据部分全部拷贝过来 所以说在直进层当中也有了自己的这个count 也有自己的count 那么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副进层也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会对count加加,对不对 或者它去打印这个count 那么它打印的是谁的count 它打印的是自己的count 对吧 是不是 那么直进层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也会去打印count 这个地方有frontcount 但是直进层打印的是谁的count 它是打印的自己的count 它也是打印的自己的count 那么count最初的值是等于1的 那么在拷贝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创建 我们来看到这个代码 我们在创建这一个最开始是0的 那我们在创建这一个子进层的时候 抗设的值是0的 好 那么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抗设的值是0,0 好 然后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副进层进行的count加加 好 它是把自己的count加为了1 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子进层的count 然后子进层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count也要加加 它也是把count从0加1变成了1 它也是操作的是4次的count 所以说完完全两套独立的这个数据 代码虽然说是共享的 但是数据也是独立的 所以说你看到打印的两个count 分别都是1 明白了吗 兄弟兄明白了吗 七位明白了吗 是不是和你讲的一样 呵呵呵呵 周鹏明白了吗 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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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明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建P是独立的 当然前提是FORC创建出来的 FORC是可以用于创建一个指定层 同样 VFORC也是可以创建一个指定层 大家看 从参数和返回值这个情况来看 VFORC是不是和FORC一模一样 是吧 没有任何的参数 它返回的也是PID 下发线P 那么它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描述 atsר 还会 ca 吗 着述 这个 这里我们列出来有两个区别 第一个区别也是我们刚才才谈到的 那么我们用Folk所创建出来的紫禁城 那么紫禁城是享有和附近城独立的这样一个数据段 堆栈这些信息 也就是说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数据 虽然说也是从附近城那边考虑过来 但是它是一套新的 但是VFolk不一样 VFolk那么它所创建出来的这个紫禁城 它是和这一个附近城共享一套数据 共享一套数据 好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我们的这个Folk 它所创建出来的这个紫禁城 那么附近城和这个紫禁城的这个运行顺序呢 是不确定的 有可能是附近城先运行 也有可能是这个紫禁城先运行 有可能是附近城先运行 也有可能是紫禁城先运行 那么随先运行的就是呢 因为我们CPU上面只能有一个紫禁城在运行 同一时度 到底是附近城先占有这个CPU运行 还是紫禁城先占有 那么这个是不一定的 随先占有都有可能 这是我们Folk 但是VFolk不一样 VFolk一定会有紫禁城先运行 对 这是我们这个区别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VFolk的这个例子 看看这个代码 看这个代码再思考 这一次 Count 会不会打印几次 每一次打印出来的值是多少 什么回答 什么回答 好 思考一下 来 谢威 这次给你一次机会 表现一下 看测会不会打印几次 两次 两次 第一次打印出来的值是多少 第一次是由紫禁城来打印 还是副禁城来打印 为什么紫禁城先打印 VFolk创建的紫禁城先占有紫禁城 非常正确 紫禁城先打印 打印出来的值是一 第二次是副禁城来打印 对吧 打印出来的值是多少 二 打印出来的值是二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是一呢 因为他们共享的那个 控制是一段 共享这一个控制对吧 因为他们访问的实际上 同一个控制 他们控制是同一个控制 好 我们还是画一个图 来表述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副禁城 Folk 我们用F by T 然后我们的紫禁城 好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Cons 然后通过Folk创建出紫禁城之后 紫禁城会在运行这一段代码段 运行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现在有Cons加加了 CaO要加加 要进行加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紫禁城加的是哪一个Cons 是不是他自己的Cons 这个地方是VFolk 错误哈 VFolk VFolk 好 VFolk创建出来的这个紫禁城 那么紫禁城 那么运行到代码段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Cons要加加 那么这个时候他加的是自己的吗 是不是加了自己的这个Cons 张开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因为如果说是VFolk创建出来的紫禁城 他根本就不会有自己的这一套数据部分 那么他同样是去共享 也就是他访问的是负禁城的这一些数据 所以说这个地方在执行Cons加加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把负禁城的这一个Cons加1 变成了1 对吧 0加1变成1 好 然后这是紫禁城先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 负禁城来了 负禁城运行到这个地方 所以也要看着加加 他加的是谁 还是加的这个看了 对吧 所以说就把它变成了2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效果实际上是1 2 通过这个例子 实际上你也可以去知道Folk和VFolk的区别所在 好 那么Folk和VFolk给大家创建的一个紫禁城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叫做EXEC的这套函数族 这套函数族 那么EXEC它和这个Folk和VFolk的区别在于EXEC它不会创建新的这个进程 那么它仅仅是把原有的这个进程的这些代码段啊这些东西给替换掉 替换成新的一个代码 但是它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进程 好 我们来画一个图来演示一下 那么就与VFolk 我们现在看一下VFolk VFolk和Folk其实都一样了 那么VFolk和Folk 那么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进程 这就是新的一个进程产生出来 这就是一个新的进程 那么EXEC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EXEC是一套函数 假如任何一个EXEC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运行到一个EXEC的这一套函数当中的某一个 好 那么你本来下面有自己的代码对吧 好 那么它会用一套新的这一套代码 把你这些全给替换掉 包括数据也给你替换掉 包括你的这个数据也给你替换掉 但是进程呢 进程还是这一个 还是在这个框框里面动 好 这就是EXEC的这一个和这个Folk的这个区别 那我们常见EXEC的这个函数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 EXECL EXECL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参数是有 看得见的 至少有两个参数了 有两个参数了 一个是Path 那么这个Path 我们讲了 它是用一个新的一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 来代替你已有的这个进程里面 这些数据啊代码的这东西 那么这一个Path 就是指定的 我们要去运行的这个新的这个程序的这个程序名 程序名 好 这个程序名呢 要求是带有路径的 然后后面的这个参数 从第二个参数开始 后面是Arg1 Arg2 ArgN 那么 这一个Arg1到ArgN 是运行这一个程序 所需要的命令行参数 最后怎么来标识这个结束呢 如果说没有了 那么你就 填上一个ROR 填上一个ROR 叫一下他 叫一下他 哎哎哎 没帅 到U6 去到U6 去到U6 好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是使用EAC2 那么 去运行了我们的这个并目录下面的ALS这个命令 或者ALS这个程序 那么一个命令时间就是一个程序 运行了并目录下面ALS这个程序 那么运行这个程序它的这个命令行 是什么样的一个命令行参数情况呢 第一个命令行参数是ALS 第一个命令行参数是ALS 第二个是-AL 这是我们运行ALS的这个参数 第三个是ETCM password 我们要去查看哪一个文件 第四个我们没有参数了 我们就用AL或者说0 那么来结束 表明它没有任何一个参数了 好我们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一下 在我们这个参数里面 命令行参数里面 我们的程序名 是要把它算进去的 那么就像你们在运行一个程序的时候 你们看到MAN 你的MAN算参数个数的时候 算没算你程序名 算没算 MAN在算 MAN在算这一个参数个数的时候 实际上把你的程序名也作为这个参数 是算进去的 它所对应的程序名所对应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ARGV0 对不对 ARGV这个数组里面 这个第0个 或者第1个 叫做第1个 这个元素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ECL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把这个程序名 作为第1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好了 那么后面你这个ARGV 你需要加多少参数 那么你一直把排在这边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ECL 运行情况 让大家看到现在这个运行效果 这个运行效果 实际上和你直接去运行 Ls-AARGV EETC下面的 Word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 那么 那么第二个函数 EETC 函数数当中的第二个函数 EXECLP 那么这一个多了一个P了 多了一个P之后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那么它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第一个参数处 第一个参数处 那么我们的EXECL 我们这个Path 这个参数 我们 要求它是要带有入境的 比如说你要指明 你要这个运行的这个程序 是位于哪一个目录下面的 这个程序 哪一个目录下面 哪一个文件名的这样一个程序 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 EXECLP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包含这个路径了 就不要包含这个路径了 然后 这一个程序 它会从哪里去找呢 它会从Path 我们Link当中有Path的环境变量 它会从Path的环境变量 所指明的这一些路径下面去找我们这个程序 这是我们这个Path的区别 EXECLP和EXECAL 在Path上面的一个区别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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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朋友会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两个ALS 这两个ALS 是表示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表示你可执行文件的这一个文件这个名字 你可执行文件的这个文件名字 那么这次讲的是这个命运行起来的这个命令的这个名字 那么我们执行它之后 那么看到的效果实际上和我们开始看到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ECCEX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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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是有缝隙的 这地方是有缝隙的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第三个函数 EXE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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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SPAC 是你这个被执行的这个程序的这个名字 那是包含最包含完整路径的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大家看一看 它是一个什么 什么类型的 EKV是什么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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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V是什么类型 有很多的一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 我们看到前面这一个 前面这一个 不管是EXECL P还是EXECL 它后面这一串参数 是不是每一个参数都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一个 EXECV和前面两个函数的区别是在于 它把前面的这一串一串 一个一个的字符串 把前面一个一个的字符串 那放到了这个数竹里面来了 把它用一个数竹来管理起来了 这就是区别 我们大家看一看 好 我们前面所用到的这些参数 第一个命连栏参数 第二个第三个 好 最后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结束符 那么它都把它放到这个数竹里面来了 这算数竹 然后在EXECV的时候 直接用这个字符串数竹就可以了 字符串数竹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原因效果 下一个可以 太不一样了 嗯 嗯 好了 嗯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SYSTEM这个函数 那么SYSTEM函数呢 它实际上是要调用这个fork 产生出这一个子进尘 它和EXEC这个又有点不同了 那么SYSTEM它实际上会产生出一个子进尘 那么它怎么能够产生出一个子进尘 是因为SYSTEM本身它会调用到这个fork 产生出一个子进尘 然后由这个子进尘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运行我们SYSTEM所指定的这个命令 或者说SYSTEM所指定的这个程序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虽然说也是运行的这个LS-L 但是这个程序的这个运行 它不再是在主进尘当中运行的 它是在一个子进尘当中去运行的 它和我们EXEC不一样 EXEC是在这一个原有的这个进尘当中 用这个LS这一个可置性程序 去把原有这个进尘这些代码给它替换掉 但是我们这个SYSTEM不一样 它是在一个子进尘当中来运行的 它看起来运行的效果一样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进尘的这个等待这一块 那么什么是进尘的这个等待呢 那比如说我创建了一个子进尘 那么我现在复进尘有可能先运行 子进尘也有可能先运行 我用Fork创建了一个子进尘 复进尘也有可能先运行 子进尘也有可能先运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不想让我的副进尘运行 那么有两个方法 一种呢是使用你改成为Fork 对不对 另外一种方法呢是 你在你的这个副进尘当中添加一个等待 假如说你的副进尘运行起来之后 先运行起来之后 它就会等着你的这个子进尘结束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等待的这个用处 那么等待呢我们使用的是wait wait这个系统调用来完成一个等待的这个工作 好 那么它的功能是主射这一个进尘 主射当前这个进尘 直到其某个子进尘退出 注意是它的子进尘退出 也是wait会让你的这个进尘等待等到什么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它的这个子进尘退出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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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这些代码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你就把你自己诞成这个CPU 你去运行这些代码 你把这个代码运行 在你的大脑里面运行一次 你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会有哪一些分支 感谢观看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使用fork创建出一个止进程 那么fork创建的止进程 有可能止进程先运行 也有可能负进程先运行 那我们现在考虑第一种情况 止进程先运行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止进程先运行 大家看它会运行上面的一个分支 还是下面这个分支 上面 因为止进程当中 fork这个返回值 是等于0的 对吧 所以运行上面这个分支 好 打印这条语句 然后睡眠10秒钟 对吧 在这个睡眠的时候 谁运行起来了 负进程 你都开始睡眠了 你的CPU都翻译出来了 我不可能不去用它 对吧 我不可能让CPU在那停 这不用 所以当止进程 一旦进入这一个睡眠的时候 止进程 而负进程也就运行起来了 那么负进程运行之后 它走的是上面分支 还是下面分支 下面的分支 因为在负进程当中 fork返回的是大运行 这个值 好 运行到这个地方 位置 这个时候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等待 对不对 负进程也没法运行下去了 因为它的这个止进程还没退出 所以它也没法下去 运行下去了 它也等在这儿 好 它也等在这儿 那么就是其他的可 其他的几进程来运行的 好 然后十秒钟之后 止进程醒了 好 止进程醒了之后 止进程继续往下运行 运行就退出了 对吧 EXIT0退出了 好 负进程发现止进程退出了 然后它也可以继续往下运行的 那么打印出这一句话 所以说第一种情况下 你会看到这两条语句 打印顺序 是先打印上面这一条 再打印下面这一条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说是负进程先运行起来 好 Block之后负进程先运行 它走的是下面这个分支 一运行之后 它就调用了wait wait它等待止进程 但是它止进程退出了吗 没退出对吧 所以说它就会等在这儿 它等的时候 那止进程就起来了 止进程就去执行这个printf 然后去sleep 在sleep的过程当中 负进程能不能往下运行 能不能 气味能不能 在止进程 睡眠的过程当中 负进程能不能往下运行 要 那我们的wait不是没有作用吗 在止进程睡眠的过程当中 wait是没有办法往下运行的 因为wait会让负进程 一直等到止进程退出 它这个地方睡眠 并不能给它退出 所以说 仍然是止进程等到四秒钟之后 然后退出 然后负进程才能 醒来 然后执行下一个语句 所以说在第二种情况下 你看到这个打印顺序仍然是 this is child在前面 I catched a child process在后面 好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去 我可以先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那么你们也可以去 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你可以看你无论运行多少次 那么它都是这样一个顺序 好 你看到现在是止进程 那么打印了第一句一句话 那么止进程在这个睡眠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睡眠十秒并不代表他十秒一到了之后 立刻就会掉入到他 什么样的意思呢 并不是说这个系统当中只有我们两个进程 你十秒一到了之后马上就要掉入你 这时候可能还是别的进程 就是既不是这个副进程也不是这个进程在运行 那么还有系统当中还有其他的进程在运行 你的优先比别人低 那么你掉不到你 你十秒钟之后你只能由这一个 有什么态 由主持态变成救虚态 但并不是指示形态 明白吗 那你这个后会做的方面的时候 他那个什么优先级外面怎么样的 什么呢 就是他就是破坏你才换一个进程吗 他这个优先级你是怎么确定而来的 继承 继承 附近等等 就是他那个附近来 还有是怎么来的 这个优先级这个怎么 你说怎么去设这个进程的优先级是吧 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复杂 我们后面来讲这个 那一次这个进程雕度这一块 我们会讲到一个进程的这个优先级 它的因素很多 它和它的这个执行时间 和你这个你可以去给它指定一部分 因为它不是有独立的某一块做成的 它是有几块综合在一起做成的这个优先级 这一方面我们再讲这个 那次内核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讲这一块的 返回的是退出的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 它不要指大家都退出的时候 它只要一个退出的时候 对对 任何一个退出就可以了 好 这个进程控制这块的这个支持的话 那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好了